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说南洋最具有影响力的神明,当属天母妈祖大人。 除此之外,便是宝生大帝,寇兵辟之古佛等等。 火顶公婆也是其中之一,其影响力比不上前面几位,可也算声名远波。 在泉州一带,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而多年以来,火顶公婆在民间影响力日益壮大,菜市在其中的作用非常之大。 菜市传承百多年,世代供奉火顶公婆。 旗下九位属中,前后受神明点化。 世代忽悠蔡氏子孙。 蔡清曾祖,原是清水衙门一造立,陡然间有了万贯家财。 旁人传说,他是得了一口宝顶,刻有姿态滑稽的公婆一对,能凭空变出财宝来。 后来,蔡清这位曾祖出海发迹,怨仆家奴无数,生意越做越大。 他发誓,世代供奉火顶公婆,便把本家火顶供奉在琉球群岛上。 蔡清曾祖死前,口谕传于后代子孙,穷极血脉,要让火顶公、火顶婆肉身献世。 天博司荣华百年,尽是火顶神通。 琉球群岛,蔡家祠堂。 恭贺火顶婆大人,肉身贤世,我蔡是一门百年夙月,今日,总算是见到日头了。 蔡清眼眶发红,三步并坐两步,走到近前。 不小徒孙,蔡顺官,见过火顶,火顶娘娘。 他眨了眨眼,改口极快。 火顶婆,顶上的形象,应当是年过半百,大金红袄,头盘发际,后底绣花不斜。 一手吃红帕,一手吃大元菩萨。 点红三,用慈祥来形容,还勉强说得过去。 可和美丽,端庄这些词,是不沾边的。 可眼前这位,眉枝如画,身段鸟挪。 水汪汪的眸子里,有说不尽的柔美风情。 像是淡青色的山带,浸开在纸上的水墨,叫人挪不开眼睛。 他一身双开执巾火红旗袍,黄袖盘扣,差开到小腿,手中端着一只漆黑小顶,此刻凭着眉毛,貌似沉思。 不用怀疑,这位便是蔡氏几百年重现的神明,火顶婆,无疑了。 蔡氏虽是商人,但绝非柔弱书生。 一身火顶秘术,从不轻易试人,却练得登风造极,远在其父之上。 如此,蔡氏怎么会认不得自家供奉的神明呢? 酒位属种,各得点化,一身本事都是来源于火顶公婆,更是没有认错的道理。 这个如同山水画里走出来的女子,正是自己的开会之人。 有再造之恩的火顶婆无疑。 颜阿九在蜀种当中,年纪最小,当初蒙昧之时,对火顶气息最为敏锐。 停若情感波动极淡的她,此刻也扑通贵道,猴头哽咽。 女人试探着开口。 蔡,蔡小娃? 蔡氏神色激动。 曾祖过去一百多年,小人是蔡姨的四代玄孙。 蔡顺官。 过去。 女人揉着眉心,半天,眼神才清澈下来。 你刚才从哪里来? 自天博司来。 心血俗悟,空饶娘娘上听。 你们先起身来。 女人话音刚落,一股柔和的力道将严信伙计连同蔡谦拖起来。 她盯着蔡谦,朱唇清起。 天博司上,如今是何等情形? 一些凡俗争端,和迎接娘娘比起来,不止一提。 小人算是功亏一篑,倒也无妨,日后自有计较。 如今天博司上,想必是那天保仔一家独秀的时候了。 你说,天保仔。 蔡谦一翻口舌,那女人听完,才迟疑地开口。 蔡先生。 蔡清闻听,如遭雷击,张着嘴,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和顶婆这才改口。 哦,蔡,小蔡,你能不能把那位天保仔,请来和我见一面? 盟主既定,可麻烦时还一大堆。 扶林催得紧,要赶紧发兵。 几方大海盗,就算没当上盟主,也不可能把他们踢到一边。 各家诉求,兵力安排,粮草,分赏,诸如此类,都要仔细商讨。 郑秀儿已经一夜未眠,实在是熬不住。 小女孩要强,没吭声。 李延注意到了,叫老谷带她去睡。 她刚吩咐完,眼角瞥见远望海面的林元甫,上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林老,你也费神了,不如先去睡。 日出时,老头子童子火焰一般,他眨了眨眼,又平复成浑浊。 李延瞧见了,不可察觉地眯了眯眼。 林元甫揉了揉眼睛,嘴里叹气。 天高皇帝远,我这良光总督啊,是入了花果山的太白金星,谁也不把我当回事啊。 我听说,你这些天一直叫秀儿读书。 他长在我们这帮泥腿子里,能叫您这样的大学问人教书,秀儿真是好福气啊。 此女,有日月凌空之字,嗯,是块好苗子。 老头咋摸咋摸嘴,不再言语。 弗林说得明白,叫蔡前连同文书带赎金先给了我,我才会出兵打红帽。 我这两天就能把钱拿到手,只是眼下也没处放你仕途二人。 等我们打跑了红帽,我再派人送你回去。 啊?弗林答应你们什么了? 哈哈哈哈 哎,跟你们待久了,我都带了一点狠气。 有时候我就想,弗林出赎金,还不如叫你们灭了我的口呢。 官都有肥胆,却没有肥气。 他应该是琢磨着你想弹劾他也没那么容易,人家是宗室,再夸张的奏折,上了朝堂也得打折口。 可钦差就这么死了,他才真的玩玩吧。 天宝仔,你可有封后败将的志气。 没有,你不来惹我,我就不去惹你们。 李延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冷笑不至。 林元府叹着气,又说道。 哎,那太可惜了。 等书金到了,能不能先放了我那门声张洞? 没问题。 李延说完,也不再开口。 两人正聊着,一个高挑的女子撑着长膏,滑了过来。 她戴着斗笠,一抬脸,眼下有一颗泪质。 颜阿九。 天宝龙头,我叫火顶娘娘有请。 李延心跳快了几分,她假意沉饮片刻。 火顶娘娘是…… 龙头去了,自然有分享。 我叫老板也在恭候。 好吧。 李延招呼扎小刀和牢骨一声,翻身踩在颜阿九的木舟上。 琉球群岛距离不远,蔡谦在岸上等候两久。 见到颜阿九乘船回来,脸上如沐春风。 天宝兄弟,有劳了。 蔡老板,你打的什么算盘,不妨直说。 李延没下船,蔡谦收敛笑意。 我家世代供奉火顶公婆,南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今,我没有再和你讲笑话。 火顶婆大人想单独见见你。 李延装作听不明白的样子,半天吐了口气。 好啊,带路。 老大,你带天宝龙头去蔡家祠堂。 严老大应诺一声,和李延往岛里走。 蔡谦在岸上,吹着清早的海风,半天不动。 阿九。 老板,言阿九还是老样子,可眼底的雀跃之意还没有散尽。 你去吩咐一下,天博司大宴九天。 另外,我今天高兴。 把我教里的太清红云取来,我要破九剑。 老板,这种事,我叫四哥他们去做吧。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快去。 这,好吧。 严阿九答应一声,随即离开。 岸上,只剩下蔡谦一个人。 他面向骄阳,眯着眼睛,任凭阳光射下来。 蔡谦一字一顿。 火顶娘娘啊,火顶娘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胡尔盖。 演播,三参静水,刘兆坤,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